徐云法师 别多说 伤神 徐云没关系 我走惯了路了 来 咱们继续走吧 是 法师 走 师父 这路我能走 只是肚子咕咕的叫了 饿得心慌 你看 那边有个骑马的人 徐云法师 徐云法师 徐龙施主 有事吗 太后一旨 在前面小村暂时歇息 着卑职前来请法师 说有要事相伤 好事啊 贫僧参见太后 徐云法师 你来得正好 你看这眼下的事 该怎么看才是呢 佛弥陀佛 无量断吹 因果无常 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好事 至少随家人员 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一颗豆一粒米 也是来之不易啊 明白了 可这肚子里没食 不还是空的吗 肚空心鸣 头脑满 还怕粮食差吗 哀家明白了 力虽如此 可是下面的官兵饿极了 只怕是 贫僧刚才看见了 刚毅大学士 一命人煮好了 鼠藤鼠叶汤 暂可充饥 此地距怀来有六七里 贫僧请准先行一步 赶往怀来 以尽一份佛子的心愿 难得法师一片菩萨心 你先去也好 要不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 咱们这大队人马一去 恐怕得把人驾跑了 太后所虑极是 希望能度过这恶难呢 成与不成就看福报的造化了 也就看福报的 没有 您会呢 好 您会这样 您不谈 不得 您能处理宝贝 您可以 您不谈 您不谈 行啦 行啦 别哭啦 老爷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 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 哪个不是躲的躲 逃的逃 可就是你 他们跑 我无用不能跑 生死失小 民结失大 身为一方官员 虽不能造福一方 也总不能愧对黄恩吧 再说 过些日子 庆家翁就会派兵前来救驾了 等他到了 我们不就安全了吗 老爷 你是知谢 老爷不跑 我们母女就跟着你 可是你现在手下哪还有个听差用命的呀 是我愧对了你们母女啊 哦 佛弥陀佛 请问大师是 贫僧虚云 虚云 好像听过这名号 只是现在下官无米无量 实在是难与大师结缘哪 祸福南策皆有前缘哪 这一路辗转西北而行 大小官吏不是逃就是亡 唯有贵献至今未走 这岂不是一个大因缘吗 辗转西北而行 法师莫非是 不瞒施主 贫僧是伴帝后西行的一个和尚 原来是位大师 请进 请进 夫人 快倒茶 大师请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泥陀佛 请用 阿弥陀佛 不用劳烦了 违陀佛 刚才你们所说的话 贫僧都已听到了 贫僧有一件事不明 想向施主请教 请教不敢当 大师有什么不明白的 尽管问来 贵县令说令亲翁已率兵马东来秦王 不知贵亲翁是何人 帝亲翁姓陈明春轩 县任甘肃不正时 说来惭愧 虽说是同榜同科 陈大人现在已是官居四品了 贵亲翁带了多少人来 何时能赶到 前些日子他来信 说率精兵五千 估计三四日即可到 如此说来贫僧这三宝殿是登对了 你扶尔过来 你到了那以后要先见肃亲王 肃亲王 下官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 怎么能和当今堂堂的王爷结缘呢 大师你莫说笑了 出家人从不打妄语 什么太后王爷在我佛眼中皆是平等啊 原深原浅原来原去总不能以官位高低来衡量吧 可是下官清其所有也只有这半袋米和一包绿豆 我怎么去见王爷 这比多少金银财宝都珍贵 吴施主的官服还在吗 官服还在 只是多日没有办公 一直都没有穿 还是穿上吧 拜见肃亲王总得像个官样啊 如果太后要是接见的话 大师是越说越玄了 只怕下官连肃亲王都见不到啊 施主放心 如果肃亲王见仪的话 请把此物交给他 启奏太后 怀来之县吴勇前来参见太后 怀来县令 她没有逃啊 此时正在门外 赶紧小李子传她进来 来了 非指怀来之县吴勇 不知太后驾领榆林 迎驾来迟罪该万死 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快平身平身吧 谢太后 县令是满人还是汉人呢 禀太后 卑职是汉人 祖籍在哪啊 禀太后 在浙江杭州 难得呀 咱们这一路西来 每到一个地方 这大小的官吏 都是溜的溜 逃的逃啊 你家 在人间天堂的杭州 你居然 还能坚持在这荒凉的大西北 今天 又能不忘祖制礼节 身着朝府来建价 真是难能可贵啊 卑职未能为国分忧 实在惭愧 吴志县哪 你这里可有什么食物供给没有啊 回礼公公 这里的东西都给乱兵和全民抢光了 卑职崖内尚有半袋米和一包绿豆 卑职已全部带来交给了肃王爷 我已经让人熬成粥 等一会儿就给太后呈上来 只怕太过粗劣了 哎呦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有绿豆小米粥 就比山珍海味都强 还讲究什么呀 小李子 国家在 你呀就按量分配一下 给皇上和王爷们各盛一碗 再给哀家盛一点来 有剩余的呢 就给那些贝勒贝子们乘一点儿得了 喳 哎 吴志县哪 据我所知啊 怀来县并非穷县 加上你治理有方 这粮食啊 不会被那些乱军和全匪都抢光了吧 回太后 是否抢光了卑职无从戏查 但是本城百姓大多藏到了附近山里 据卑职推算 他们恐怕还尚有存粮 那你能把他们召回来吗 多了不敢说 三城之中一城尚可召回 那就再好不过了呀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 也得照看好百姓啊 总不能让他们在这深山老林里过日子 你说是不是啊 要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啊 赶紧的让他们都把粮食拿出来 太后圣明 那这事就交给你吴之县了 明天你就把人招呼出山 成吗 卑职遵命 师父 你怎么才回来呀 我都等极了 是吗 嗯 怎么了 有一个姓吴的 还是这个鬼地方的什么支线 已经找过你四次了 是吴支线 他说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没说 只是一个劲地唠叨 旧苦旧难的活菩萨呀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啊 我看他还挺神的 就跟他说 丢魂呢 不就在你身上吗 你猜怎么着 他马上就给我作医 还送了小半碗粥给我 你说道不道 师父 是不是当了官都得发神经了 哎 你这孩子得了人家的好处还损人家 我也没说他是坏人啊 哎 你看 他又来了 哦 大师 哎呀 大师 哎呀 大师 快起快起 大师我可担当不起呀 以后建平僧可千万别这么叫了 师父 我没说错吧 嗯 嗯 嗯 孟灵啊 你一个人到外边去玩吧 我和吴支县单独有话要说 嗯 好 啊 大师 喂 法师 经法师点拨 昨晚下官不仅见到了肃王爷 还得到了太后老夫爷的召见 哦 这是我一个小小七品支县 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哎 缘分到了 什么事都会发生啊 啊 来 不过 怎么 师主又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为了酬粮 太后让我今天就把躲上山的人都找回来 我一时懵懂就答应下来了 您说这荒山毕岭的 我 我上哪儿去找啊 啊 什么事都不能一个人去办 若能一传十 十传百呢 对啊 下官真是急糊涂了 我有个亲戚叫刘福 平时靠百度为生 他认识的人多 我马上去找他 好 多谢大师 老佛爷 有了虚云法师 对圣宝是不是该有个了断了 我说小李子呀 你跟了我几十年了 你怎么就一点没长进呢 这圣宝啊 是玩弄玄虚 他呀 就凭一点修为 就咄咄逼人 这虚云呢 却处处忍让 实实地推让功德于他 孰高孰下 毅然立判 连最不信佛的刚义 都一目了然了 对吗 老伯爷圣名 但咱们也少不得圣宝啊 奴才这个可就不明白了 不明白 这当政者呀 这身边一定要有两种人 一种呢 是吹牛拍马 阿谀奉承的小人与奸臣 另外一种呢 是刚之不阿 为民请命的良臣正臣 光有前者呢 你就昏昏噩噩 自大自高 光有后者呢 你会战战兢兢 无所适从 天下这世啊 都是相生相克 只需啊 这当政者心里明白 啊 这条和支配有数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懂吗 老伯爷 金口圣言 让奴才佩服得五体投地 齐兵老佛爷 甘肃部正使 岑春轩率兵秦王已到关外 岑春轩到了 是吴勇带着岑春轩来的 他们这么快就到了 小李子 在 传岑春轩 喳 传 甘肃部正使 岑春轩觐见 来来来 请 训法师 碧秦翁岑春轩特地来拜望您来了 乌弥陀佛 徐云法师 陈大人安玛劳顿 再加上有紧急公务在身 何必如此拘礼 别让我不管 徐云法师我可得好好拜一拜 不可不可 陈大人万万不可 请坐 请 大师请 大师 太后刚刚亲口封毙秦翁为陕西巡抚 官圣亮吉 这都多亏了法师的点拨 要不是听您说 两日内务必赶到 这顶太花灵怕换的不会这么快吧 这是陈大人对朝廷的忠心 是 你是太后和皇上的龙恩 贫僧何德何能 我可不敢贪这个功 法师过谦了 陈某一直被人讥讽为野性难寻的男蛮子 可陈某心中始终未敢望着忠义二字 法师的好处我会永继在心 今后还望法师多多次教啊 心中有佛何须他人唠叨啊 陈大人 贫僧敢问一句 你君中良想尚可维持几日啊 因急着启程 只能把家里的全部匀出来 大概能维持三日 陈大人 好事多磨啊 还得记住一个忍字 小李子 宣旨 喳 吴勇听旨 是 着吴勇办理前路良台 即日随驾西行 喳 吴勇 你怎么了 启离太后 启离太后 臣原本怀来县令 近日酬粮所欠百姓甚多 臣恳请太后将臣留在怀来 继续为朝廷效力 臣愿与百姓统安 起来吧 这事儿已经有安排了 传留符 传留符进监 吴勇 草民留符 宣旨吧 留符迎驾有功 拙继任怀来支县 想七品奉路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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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做支县 我可大字不识一斗 我做不来啊 太后 虚云法师 你看这事儿 六祖慧能 原来不过是莫房一充米的小僧 当时他就说 人分南北 佛性岂能有南北 和圣能做佛 他也能做佛 后来果然成了一代宗师 听见了吗 刘父 你不到两日之内 祝吴勇 召回许多百姓 小小的支县 有什么做不来的 只要你对朝廷忠诚 对百姓好 就能做个好官 咱们大清历律上 有谁说一定要在金榜提名 才能做官的 对不对啊 端王爷 太后圣名 太后圣名 快 谢主龙温 谢主龙温 太后任命吴勇为前路良台 眼下这可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兵荒马乱 国家早已经是千疮万恐 各地官员不是推色敷衍 就是弃官而走 你让吴勇如何干呢 眼下他吴勇仍是个欺品之官 随便一个官员都在他之上 你叫他如何调度指挥啊 是啊 法师所言都是实情 昨日太后一任命我就赶到了 可她抗旨不从 这我也不好说什么 这事还是请肃亲王你出面 向太后禀告才好 如果伤了能干事肯干事人的心 以后谁还会临危挺身呢 好 这件事我这就去办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饭总要吃的吧 今年干山大旱 臣建议应立即派秦差到南方各省调集粮食 首先就进去河南和湖北二省一介燃眉 那派谁好啊 微臣认为派员怀来县令吴勇合适 太后 微臣认为不妥 为什么 这外派的钦差至少应在四品以上 而吴勇原来只是一个七品县令 连升三级与之不合 更重要的 吴勇年岁不小了 微臣以为还是应该用年轻干练的为好 有的人那倒是不老啊 可一碰到事啊 一眯眼一声不吭 倒真是荣辱不惊 看他那副老成持重 老谋深算的样子 比他老几十岁的 都要老奸举华 你说他这种人老不老啊 年老心不老 心老年不老 谁重谁轻啊 徐云法师你说说 回太后 哀莫大于心死 心老比年老更务事 各位臣工还有什么意见吗 太后圣名 刚毅 逆旨 这儿 着 着急令 原怀来县令 吴勇为陕西良道 官居四品 受上方宝剑 到河南湖北 筹集粮草 这儿 那么 腹筷士 最明白了 arre aussi 追悶 对 和 Up 付益 道 尔ever 尔是 你以为这个四品观好当吗 你以为这个四品观那么好得吗 要不是太后恩宠 你知道从七品熬到四品要熬多少年的吗 阿弥陀佛 续云法师 您来得正好 大师 您给平平礼 你看看他 他要弃官 吴施主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蒙生出要弃官逃走的念头呢 战乱未平 百姓流离失所 苦不堪言 可那些当官的 官还是官 仪还是义 我们这些当官的家在中间 只能活受罪 再说了 我连一个前路梁台都做不好 又怎么能做好钦差梁道呢 肃王爷不也是反对我做吗 这就是你的错了 其实肃王爷是非常器重于你啊 他越反对端秦王就越要力保你啊 何之是便着发让我接着烫手山药啊 有些事明明得有人去做啊 你说说 到底是让那些心歪了的人去做好呢 还是让那些心里面有老百姓的人去做好呢 贫僧斗胆再问你一句 你吴大人自认为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干好 我干不好 行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吴某人就拼个死活干给他们看看 前面就是西安了 师父 师父 你不应该去做好事啊 孟玲啊孟玲啊 我说你是猴子屁虎坐不住是怎么着 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人家刚到西安 还不能出去看看啊 我原来想 只要别碰上什么大师兄二师兄老毛子 小毛子什么的 就该没事了 可谁知道这儿比北京还惨 怎么了 一出去啊 就竟碰上死人 城外的人想进城当兵的就是不让 你说倒霉不倒霉 让我们进去 回去 佛弥陀佛 请问为什么关门呢 这是岑春宣大人的命令 不能再让灾民进城了 岑大人 伯弥陀佛 岑大人 为什么大白天的也要关城门呢 不关不行啊 灾民越来越多了 现在已经饿死人了 每天涌入城里的难民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再这么下去西安岂不成了西部安了吗 那这些人也不能在城外饿死啊 眼下干闪大旱 两天失收 就是把整个西安城的粮仓都打开 也维持不了多久 大量的难民涌进城里 就是一点火星 都能引出大乱子 惊动了皇上和太后到时候怎么收拾 但是北京的乱民就是前车之箭 那我们也可以在城外多设几家粥厂 振际灾民 那得看看粮食的情况再说了 吴大人还没有回来吗 大概也就这一两天的事了 菩萨保佑他 吴大人快些回来吧 叫大家再快点 明天我们就可以到西安了 大人 没法再紧了 您又不肯多尝点吃 我看我们还是放羊吧 这是什么人 竟敢在本粮台面前横冲直撞 大人 如今除了功力出来的 还有谁能跑得这么快 走吧 启禀王爷 陕西粮到吴永押粮回来求见 传他进来 是 陕西粮到吴永叩见王爷 吴大人请起 谢王爷 吴大人 这趟湖北的差事办得怎么样 回禀王爷 今年湖北的收成也不好 下面的官员想尽办法帮在下办成了这趟差事 办成就好 只是只收上了七成 七成也能策获对付 华王爷 王爷 你赶紧把粮食运进城去 喲 江兄 拉 哎 说 孩子 爷爷也是几天没有没有吃东西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边饿死个人 他们在抢着吃呢 我这口气要没了 也得让他们给吃了 过弥陀佛 菩萨保佑 平生该怎么做 徐大师 徐大师 吴大人回来了 刚回来 您 您怎么了 你看一看这悲惨的情景吧 我中华子孙 什么时候 才能从浩劫中解脱出来 但不信 凡有益州一汤 施朕 也能救活不少百姓啊 乌勇这一路 罪孽深重啊 是去向菩萨忏悔去了 吴施主 黄土裂锋千里劳顿 绸掉粮食 有什么好忏悔的 不敢瞒法师 为了征集这点粮食 但是 下官这次在湖北 逼死了好几位县官 怎么 我手持上方宝剑 严令各县 按棋按树交送官粮 孝干县令在交割那天对我说 不敢瞒 尸夏以来 先是山东 后是河南 难民如潮水一般用尽孝干 他们开仓赈灾 库里的米粮 全部消耗殆尽 这次为了朝廷应急 他们全线 藏里扫嘴里扣 一声半斗地积在了一起 才凑到如今这个数 可到最后 还欠两担一百来斤 孝干县令他说 他再也不想 不想从孝干百姓的口里 口包命粮 结果 结果怎么样 他说 不敢为难于我 要我拿他一百多斤的肉身凑数 押运回西安 行营复命 怎么复命 他当当 处暗身亡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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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善大得 要是我的身子能够变成粮食 救我一些百姓 该有多好 大师 你可千万别 佛菩萨 你能不能告诉虚云 在西安到什么地方能找到粮食 去救这些垂死挣扎的鸡民们 大师 您别太难过了 下官去想办法 你 大师 下官不还是钦差粮台吗 就请大师安排一下施州场吧 粮食的事我吴勇来解决 果真是这样 那真是功德无量了 他吴勇的胆子也忒大了 他还说 菩萨眼里一视同仁 城里城外都是人 就要先救 你怎么擅自作为 叫我在太后的面前如何交代 快把她给我押来 是 快 快 太后 臣 成皇成口 用人不当 都道十方 结果捅下了这么大的炉子 那吴勇呢 回禀太后 吴勇已经被罪制裁了 那吴勇 了 这就是你画原画来的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安民心且民困 为太后积佛德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她已经明了 此事与智不合 做好了一丝表忠心的打算 这样不怕死为朝廷 为黎民苍生 难道不是忠臣吗 续云法师的一席话 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了 太后 其实哀家早就下过遗址 只要有粮食 就把她放到西安各寺院 去镇济灾民 是不是啊 续云法师 太后逝取诺过此事 无庸所作所为 不正是按照哀家的旨意 去办了吗 真是忠臣不怕死啊 她是 为了我们大清国的江山社稷 什么都可以置之度外 传旨 追赠吴永 为忠义侍郎 后葬成熙 公元一九零一年 虚云离开西安 独自一人前往中南山狮子岩 劫茅静修 字号虚云 他曾在茅棚里入定半月之久 一时传为佳话 后因云南基族山 乃佛祖大弟子家舍尊者的道场 但多年来道风沦丧 遂发愿重振基族山 一九零二年 他一产一纳 徒步从四川到达云南 基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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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这树子都快扔完了 基族山怎么还没到啊 你又没有投机去巧啊 天地良心 从中南山出来 您给了我这么一大包树子 叫我念一句 就扔一粒树子到地上 说是扔光了 基族山就会出现 虽然有几次睡觉的时候 我讲抓一把全都扔掉 但是一想起师父您说过 心不成就不灵的话 我就害怕了 所以 我真的没有那么做 心成则灵嘛 看一看 你还有多少树子啊 呢 就说这么一点了 哦 这么说 基族山就该到了 真的 哦 妈咪把梅哄 基族山 哎呀 这一路上 我都磨破十几双鞋了 哦妈咪把梅哄 基族山 我这一辈子还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呢 你猜多大呀 一辈子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我可不想像您一样 一辈子走来走去的 既受苦又受累 还浪费时间 凡是有好处也有坏处 从坏处看呢 是受苦受累浪费时间 从好处看呢 那就是 魔力身心 行万里路破万俊疏吗 嗯 不明白 哎 师父 你看 都应该讲故事的时间了 嗯 好 我今天给你讲一个老婆婆的故事 嗯 嗯 哦 坐下歇会儿 嗯 话说从前 有一个老婆婆 她是晴天也哭 阴天也哭 后来人们 就给她取了一个哭婆婆的外号 哎 师父 她为什么老哭啊 嗯 一定有什么伤心事 嘿嘿嘿 因为禅师啊觉得奇怪 就问这位老婆婆 说老婆婆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总是哭啊 你有什么伤心事吗 老婆婆擦干眼泪说 哎 我呀 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 嫁给了卖布鞋的 小女儿 嫁给了卖雨伞的 这一到了晴天哪 我就想起了我的小女儿 她的伤肯定卖不动 可到了雨天呢 我又想起了我的大女儿 她的布鞋肯定也卖不动 每每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这心里就特别难受 所以就掉下眼泪来了 嗯 哎 师父 这姑婆也怪可怜的 哎 您说 要是她两个女儿 都嫁给了卖布鞋的就好了 哎 哎 师父 那后来呢 后来 这位禅师啊 就笑着 开导她 她说 老婆婆 这个事情 你要是把它倒过来想 你不就会高兴了吗 嗯 比如说晴天哪 你就想你的大女儿 她的布鞋一定生意兴隆 要是下雨天哪 你就想到你的小女儿 她的雨伞肯定卖得好 好 这样倒过来一想 你不就高兴了吗 哎 我怎么没想到啊 哎 多别的 枪梳 说 然后 宝贍 一曲 母带 跟我们在词之后 无论 支持 一下 下雨 我 我 没人 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生无尽 缘无尽 水月光终有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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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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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